对啊,现在是快五点钟 哇,这已经开始,哇,这才几点钟开始拍了,天洁三个小时 比我们还早 这楼子,舒服 这样不敢坐 上面可以坐 打住,打住,打住 开头放到这就足够了 这次呢,因为东西比较少,我们就讲得快点 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的内容是 这个 在电影院进行限量贩卖的假面骑士电王CLIMAXFORM LIDERWATCH 那么因为上一次的电影票限定啊 就是那个OZ鸟星联组的表盘 很快就被买完了 所以导致当时很长一段时间 那个表盘的价格都居高不下 那么这一次呢,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确保呢,我能够用原价购买到这颗表盘啊 我也是很早就起了床,去电影院排了队啊 至于有多早嘛 唉,为了买这块表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有睡 那么买回来之后呢 这个表盘也没有用一个盒子进行包装啊 就是这么一个塑料袋,看起来非常的廉价 然后右边呢,是这次电影的电影票 7月26号上映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日本看一下 直接来把它拆开,看一下表盘本体表现如何吧 打开之后呢 表盘本体一个,说明书一张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表盘本体 脸部呢,有好好的做成这个CLIMAXFORM的形态啊 拿出这个初始电王的表盘进行对比呢 区别还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 我们把这个绝人条拔出来 来听下它的音效表现如何吧 单体游玩呢,一共就这么两句 跟以前的普通表盘也没什么区别 跟普通的表盘表现没什么区别嘛 再来听下必杀 妈,说实话 在这么多的最终形态表盘和这个古兰多吉友之后啊 万代你再出这种普通音效的表盘 对玩家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吧 跟DK的表盘联动听一下音效 再来听一下武器联动音效 这次嘛,因为是一个电影票特别限定啊 又是一个DX版本的表盘 所以入手的理由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的 但是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电网的话 我觉得 妈 对吧 还是那句话吧 其实表盘这种东西 如果你喜欢这个角色 那你就买 买自己喜欢的角色呢 永远是不会亏的 这期视频呢 就先水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 如果还有下一期的话 再见